这是三大一神教之神秘主义的合集 二十世纪最著名的天主教神秘主义大师托马斯·梅顿说 毫无疑问 正是神秘主义者让基督教保持前行 如果有谁的话 恐怕不只是基督教 对宗教了解越多 越会承认这句话一正见血 首先 几乎所有的宗教创始人都是某位跟神相遇过的神秘主义者 骗子也肯定声称他得了从神而来的启示 其次 如果没有神秘主义者的神秘经历和独特领受 那么宗教就只是一个贴了上帝标签的人文机构而已 从另一个角度说 如果没有神秘主义对于圣典的另一种解读 那么宗教也就是原教旨主义者的一堆死教条 再说了 神秘主义也是对威权的反抗 不需要组织 不需要权威 旅人 穷人 任何被边缘化的人都可能跟神直接相遇 所以有人说 宗教的最高形态就是神秘主义 或者说 神秘主义是宗教的精华术 这个精华术本身至少包含四种主要成分 一个是神秘体验 就是那种难以言表 醍醐灌顶 来去匆匆不期而至的体验 光有体验还不够 还有围绕神秘体验的一套思辨体系 也就是神秘神学 每个宗教传统都有自己的神秘神学 为了达到跟神相遇的目标 神秘主义者有关于身体和思想的一系列训练方法 不用说 神秘主义者对社会和教会都有相当的影响 然而 无独有偶的是 他们常常被教会判为异端 看完这个合集 你会对三大宗教的精华术 有一个整体的轮廓性的了解 接下来 我会选择一些最有代表的神秘主义大师 一一进行更详尽的介绍 敬请期待 你可能见过这样的犹太人 留着大胡子 穿黑色大衣 戴黑色宽颜帽 或者这样的高帽 他们看起来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实际上却跟整个宇宙紧密相连 作为犹太教正统派的一支 他们正是卡巴拉神秘传统的继承者 卡巴拉这个词本身就充满神秘 他的希伯来文原意是接受 一方面他指传统 就是远远流长的古老智慧 另一方面他又指 如果一个人真正愿意接受 智慧会不期而至 让人猝不及防 卡巴拉还有两种拼写 一种是C打头 通常是指基督教卡巴拉传统 还有一种是Q打头 代表卡巴拉魔法 这个视频暂时不设计这两种 也不设计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发展起来的 世俗化的卡巴拉修炼 咱先把犹太传统的卡巴拉主流说清楚 卡巴拉触及到人类灵魂深处的神秘 神秘探索是危险的 塔木德里面有这样一个故事 说有四位纳比进入了神圣果园 一位看了一眼就死了 一位看了一眼就疯了 第三位砍了果园的树 只有第四位平安无事 砍树的意思是成为了异端 好在咱们只是从墙头上瞅瞅 没有任何危险 我会按照这样一条时间轴来介绍犹太神秘主义 当然主要就是卡巴拉 卡巴拉历史很悠久 一些犹太人甚至认为 卡巴拉传统源自亚当 然后从亚伯拉罕到摩西一路传承下来 当然学术界认为 卡巴拉的历史可能从公元前一世纪开始 直接源自西伯来圣经 西伯来圣经里面就有几个这样的著名场景 先知在异象中经历上帝的荣光 第一个场景是 放羊的摩西在西乃山第一次与上帝相遇 第二个场景 先知以赛亚在异象中看见上帝坐在圣殿的宝座上 给予犹太神秘主义者最多启发的是第三个场景 先知以西节的所见成为早期神秘主义者追求的境界 在他们头顶的穷仓之上仿佛有蓝宝石的宝座 有一位形状像人的高坐在宝座上 我看到他的腰部以上好像烧红发亮的金属 好像有火四面环绕 腰部以下如同火焰 他周围有耀眼的光辉 仿佛雨天云中的彩虹 这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 我一看见便俯伏在地 随后听见有说话的声音 犹太神秘主义是从莫卡巴意象开始的 莫卡巴的意思就是双轮敞篷战车 就是指以西节看见的上帝乘坐的战车 上帝的宝座就在这战车之中 正是因为这个意象 早期神秘主义者一心一意追求的 就是认识王座的奥秘 他们的王座世界 也许相当于诺斯底派的普雷罗马 那个最高神所在的光明世界 他们可以说是犹太教的诺斯底派 只是使用犹太教的术语 所以从公元前一世纪起 神秘主义者的目标就是在出神状态中升天 闯过七重宫殿 最终亲眼目睹上帝的莫卡巴 为此他们需要禁欲 禁食 然后经过特定的一些程序 以特定的知识 常年特定的诗歌进入那种状态 在意象中 通常还会接受来自上帝的启示 这段时间留下来的一些相关文献 被称为宫殿书 就是对天上宫殿的描述 莫卡巴时代最有名的著作是《创造之书》 犹太传统认为它是天使交给亚伯拉罕的 那犹太学者索伦考证后 认为它可能完成于三到六世纪之间 这本小小的书描述了奇妙的莫卡巴宇宙论 十个阿拉伯数字和二十二个希伯来字母 是智慧的三十二条密道 通过他们上帝创造了所有的存在物 十二世纪下半叶 在德国开始了一场持续一百年 影响数百年的哈希德运动 哈希德的意思是虔存者 就是指那些提倡禁欲 与世无争的利他主义者 这场运动跟六百年后 发源于东欧的哈希德运动 并没有直接的渊源 只是都跟神秘主义相关 德国哈希德运动的领导者 出自一个显赫的名门望族三代人 他们留下来的代表作就是 《虔存者之书》 《神秘中的神秘》等等 这场运动应该说是一场 大众神秘主义运动 特点就是 他们用情色词汇来表达对上帝热烈的爱 他们特别迷恋创造之书里面 关于数字和字母的神奇力量 祷告都得先数数 祷告文 感恩词和赞美诗的字数 然后再查阅妥纳 找到这个字数的意义 所以他们是祈祷神秘主义者 补充一下 西伯来字母每一个都代表一个数字 每个单词的数字就是各个字母的数字相加 他们相信神光是第一个塑造物 是上帝显现给人的那一面 代表圣灵 神光后来以不同的形式 启示给先知和神秘主义者 有点像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之光 你可能听说过矮精灵 这个传说就来自阿歇德运动 据说一无所求的前证者 才能成为真正的魔法师 而魔法师最厉害的功夫 就是用字母魔法和弥匡实践 创造矮精灵 字母魔法就是各种字母组合的奥秘 从13世纪起 卡巴拉作为一个神秘主义团体 开始出现在法国南部和西班牙 所以人们通常认为 西班牙是卡巴拉的发源地 西班牙卡巴拉运动有两个对立的思想流派 一个叫迷狂派 一个叫通神论派 迷狂派的代表人物是亚伯拉罕 阿布拉菲亚 他教导弟子如何通过学习字母 数字圣名的组合达到迷狂状态 也就是圣名之路 但是这一派后来没什么影响 真正对后来的犹太人影响之大的是通神派 代表人物就是摩西德·莱奥 学者们基本认定 他就是卡巴拉巅峰之作 佐哈尔的真正作者 尽管他一直声称 他是抄露一位二世纪拉比秘密手稿 之前其实在法国还有一本书叫《巴西尔》 也叫《光明之书》 卡巴拉的很多重要思想 首先是出现在巴西尔里面 佐哈尔里面也多次引用过巴西尔 佐哈尔派的操练叫《刘义纯之路》 因为他们是对十个刘义纯的冥想开始的 佐哈尔也叫《光辉之书》 与《西伯来圣经》卡木德并称为犹太教三大经典 不过他可不是一出道就火遍全网 而是用了差不多200年 才成为了卡巴拉经典的顶流 据说几百年后有位哈西德信徒 感谢上帝没有让他出生在没有佐哈尔的时代 为啥呢 他说因为佐哈尔帮助他继续做一个犹太人 犹太人在欧洲一会被这个国家驱逐 一会被那个国家驱逐 尤其是在1492年发生了西班牙大驱逐 所以继续做一个犹太人其实是挺不容易的 佐哈尔可以说是犹太人灵魂深处的支撑 诶 你可能觉得奇怪了 犹太人的精神支柱应该是妥纳 或者是塔木德 怎么会是一本神秘主义著作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佐哈尔让犹太人真正读懂了妥纳 佐哈尔的作者仿造基督教 也提出读经的四层解经法 就是第一层是字面意思 第二层是步道中的隐身的意思 第三层是比喻的意义 第四层是神秘的意义 当然只有第四层才最有意义 只按字面意思理解就相当于是身吃卖念 佐哈尔的作者相当于一个天才大厨 经过他的加工 圣经中平淡无奇的句子都有了完全想不到的意义 好比是人们终于品尝到麦子丰富的美味 吸收到他需要加工才能释放出来的营养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 创世纪一开头就是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然而在佐哈尔的理解中 这个句子颠倒过来了 它实际的意思是 透过一个开始 超越的源头创造了上帝 超越的源头就是那个无限者 这里的上帝呢 是一个刘亦成智慧 也是希伯来圣经里的上帝 而且创世的七天 实际上就象征这七个刘亦成 摩西在埃及行的食灾 实际上也是上帝以破坏的方式 来显示其存在结构 你说奇妙不奇妙 就是你通常读经 你是绝对不可能想到这样的意思的 你可能听晕了 我们现在就来说说 卡巴拉著名的生命术 这其实也叫刘亦说 它并不是佐哈尔的原创 但是佐哈尔进一步完善了这个创造说 而且赋予了不一般的意义 至高神就是无限者 它通过神光散发出十个刘亦成 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它的十种俗性 这些刘亦成分成三组 第一个是王冠 是无限者的神圣意志 第二个是智慧 它是神性中的阳性面 就是刚才说的创世纪里的上帝 它扩展出第三个知性 这是神性的阴性面 代表子宫 知性从智慧接收种子 孕育了以后的七个刘亦成 王冠、智慧和知性 构成了神性的头部 第四个是爱 第五个是大能 代表公义 这两个如同神的左右臂 需要平衡 第六个是美 也叫慈悲 代表和谐 意味深藏的是 这里也是邪恶的起源地 是的 魔鬼产生于神性 另一方面也可以说 恶之中有神性的火花 爱、公义和美 构成神性创造中的道德属性 美也是神的躯干 代表天堂 七八九三个刘亦成 分别是永恒、辉煌和根本 它们构成了宇宙中物质性 以及其他各种力量的原型 威延与永恒 如同是神的左右腿 根本如同阴静 是宇宙的生命力 第十个刘亦成 象征神性创造的最终王国 也就是神圣的存在 谢金纳 对卡巴拉有特别的意义 因为它是无限者 在宇宙世界中的检现之地 最重要的是 它是知性的女儿 美的配偶 也就是上帝的女性一半 上帝一半是男性 另一半是女性 这对犹太人来说是突破性的教义 而且谢金纳后来被认为是被放逐的哭泣的形象 代表流散中的以色列民众 它还有更深的意义 亚当的堕落造成神性创造过程中的不和谐 谢金纳跟上面的刘亦成分离了 所以以色列人的属灵任务就是要以圣洁的生活 猝死上帝的男性和女性两半结合在一起 这就是为什么人类行为会影响到神圣领域 这是卡巴拉思想里面最令人震惊 也最富有创造力的奇思妙想 正是这种神秘主义权势 成为了以色列人永远不会失去的精神财富 整个刘亦成也可以用一棵倒立的宇宙树 也就是生命树来表达 1492年 20万犹太人被迫离开西班牙后 一部分来到了巴勒斯坦 在沙菲德这么个小镇形成了新的犹太人聚集点 16世纪一位天才人物创造性的发展了卡巴拉思想 对他之后的犹太人都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他就是爱萨克本索罗门努里亚 人称雄狮 努里亚一开始就提出了一系列很尖锐的问题 可能大家都没想过 如果上帝无处不在 怎么还可能有个世界呢 如果上帝是一切中的一切 怎么能有益于上帝的东西呢 如果根本没有无 上帝怎么能从无中创造世界 然后他自己就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 可以总结为三个阶段 上帝的收缩 容器的破碎和修复 他认为创造过程是这样的 起初只有无限者的光 无边无际 无限者呢 于是先自我收缩成一个原始点 这样才有了创造世界需要的真空 难道就是大爆炸理论说的奇异点吗 然后呢 无限者开始扩散 神光发射出十个流异层 它们都是神光的容器 每一层都是个同心圆 越来越小 越小的容器越脆弱 但是光依然是很强 所以下面的几个容器承受不了就破碎了 到处都是光的碎片 在这个大爆炸中 宇宙诞生了 在一片混乱中 无限者发出第二道光 产生了时间和我们的世界 所以我们的任务 就是如何让散落的灵性火花 重新聚集 回到合适的地方 卢里亚提出了一个特别鼓舞犹太人的观点 犹太人在宇宙中有着双重意义 作为象征 他们承受恶的伤害 作为媒介 他们肩负重建宇宙的责任 是世界舞台上的主角 他还说人的身体和灵魂也分成613份 与613条诫命对应 每一条诫命都会影响宇宙 而遵守诫命 过圣洁的生活 就可以恢复亚当堕落之前的灵性结构 这就不得了啊 按照托拉 犹太人是地球上的选民 按照卢里亚的解读 犹太人是宇宙的机械师 之所以到处流浪并不是被惩罚 也不是被考验 而是使命 想想看 到处都有散落的光的碎片 灵魂的火花 流散各地的犹太人的任务 就在最黑暗最隐蔽的地方找到这些火花 弥赛亚的到达 圣殿的重建都标志修复过程 快到终点了 还有一点很重要 西伯来圣经里没有谈到轮回 但卡巴拉思想里却有了轮回Gilgo 首先从巴西尔开始 卢里亚说得更详尽 为什么灵魂要轮回呢 因为元人亚当的堕落 灵魂被放逐了 放逐就是轮回 只有一丝不苟遵守诫命 懂得神秘祈祷仪式的灵魂会脱离轮回 卢里亚的解读鼓舞了犹太人 可能太鼓舞了 结果弥赛亚果然来了 17世纪中叶 巴拉斯坦就出现了一次 影响巨大的弥赛亚叛教事件 1665年 一位对卢里亚思想研究很深的犹太人 亚伯拉罕拿丹 把一位可能患有造诣症的犹太人 萨巴泰·泽维捧成了弥赛亚 因为他真的认为 自己在冥想中见到的就是这个人 他俩一个是富有学识的先知 一个具有君临天下的气质 一拍即合 相当成功 几乎让小半个欧洲的犹太人社区 都刮起了弥赛亚狂风 犹太人激动不已 哲维可能真的相信自己是弥赛亚 所以他不管不顾的坐船到了军斯坦丁堡 结果一到岸就被抓了起来 几个月后 苏丹给了他两个选择 要么改姓伊斯兰教 要么自己把头砍下来再接回去 你不是弥赛亚吗 结果呢 这位弥赛亚选择了改宗 于是就成为了级别最高的叛教者 他还换了个穆斯林的名字 以宫殿守门人的身份领取政府津贴 然而即使这样 还是有些信徒相信责位是弥赛亚 拿丹也给出了合乎情理的解释 说弥赛亚做出了常人不能理解的牺牲 于是在后来的很多年里 一直都还有人暗中继续以 撒巴泰的名义反抗当局 18世纪的马西德运动是在欧洲诞生的 领导者是波多尼亚的以色列本以尼萨 又被称为圣民大师 他在生前就到处步道 身受爱戴 像圣徒一样的被崇拜 后来他的弟子们更是把他的言行发扬光大 由此就发展成了近代犹太教规模最大的一次运动 大到什么程度呢 在19世纪初 半个东欧的犹太社会都成了神秘主义团体 这场运动有三个显著特点 首先呢是打破限制 把秘传知识公开传授 祖传秘方都拿出来了 从此卡巴拉思想就以哈希德主义的面目 有了广泛的信众基础 马丁布伯甚至说卡巴拉成了民族精神 第二呢是把财迪克也就是圣徒 当着个人与上帝之间沟通的中介 正式开始了圣徒崇拜 圣徒成为信徒在各方面效仿的榜样 有人说他想去见一位圣徒 并不是为了向他学习妥拉 而是为了看他如何系鞋带 第三个特点是通神论转向了神秘心理学 就是通过个人内心探索来发现上帝是一切中的唯一 也就是不再寻求跟上帝面对面 而是寻求跟上帝心联心 哈希德派主张狂热的崇拜 全心全意的祷告 反对形式主义的礼仪和那些造本宣刻的读经 所以他们的聚会热烈活泼窄歌窄舞 可以说是群快乐的神秘主义者 18世纪末期 在白俄罗斯的一个叫卢巴维奇的小镇上 又诞生了一个哈巴德派 他们成为了哈希德运动当中最著名的思想流派 哈巴德这个词包含了智慧理解知识三种意思 其实是来源于圣经的 出埃及记31章3节 耶和华神很欣赏一个能功巧匠 就说 我以上帝的灵充满他 使他有智慧 有聪明 有知识 能做各样的功 这里的聪明就是那个理解 也叫知性 因为这个教派的发源地是在卢巴维奇 所以他们也叫卢巴维奇派 后来他们签到美国 成为美国犹太人里面最有特色的犹太支派 有人甚至说 这是真正的犹太教 哈巴德派也属于是正统派的一支 但是跟一般正统派不同的就是 他们持有卡巴拉的宇宙观和旧事观 当然也相信轮回 那他们和其他的哈希德派有什么不同呢 应该说他们更是把密传知识彻底的普及化了 巴不得传给每个人 包括非犹太人 所以他们看起来很另类 但是实际上拥抱全人类 和其他哈希德派一样的是 他们也崇拜圣徒 称他们的领袖是瑞比 瑞比是拉比的异地序语的发音 还有一点很有趣 他们认为所有的犹太人其实都是哈巴德派 不承认的是因为他自己都还不知道 哈巴德派也有很强的弥赛亚色彩 尤其是在二战之后 第七任领袖 士奈尔索恩拉比预言 密赛亚随时会回来 结果他被信徒们拥戴为密赛亚 可是他自己还没有来得及回应这个身份 就去世了 既然他们的祖传秘方已经公布 那么如今哈巴德派最重要的思想是什么呢 合一 一切存在都是无限本体的一种直接显示 哈希德派除了狂热祷告歌舞敬拜 还有一点非常特别 就是讲故事 他们认为讲圣徒们的故事和冥想祷告成丝一样 具有同样神奇的力量 我们已经聊过了犹太教神秘主义卡巴拉 也聊过了洛斯里派 那么基督教神秘主义是什么呢 接下来我会用两期视频介绍他的发展历史和代表人物 历史上绝大部分神秘主义大师都属于天主教或者东正教阵营 属于新教阵营的非常少 不是没有 而是不太敢用这个词 只谈灵修大师不提神秘主义 因为神秘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说很危险 为什么呢 看到后面就会知道 和学者们发明了很多主义一样 这个词也很难定义 所以专门研究基督教神秘主义的天主教神学家 伯拉德·麦金恩都没有直接说神秘主义是什么 而是说它包括了什么 他说 基督教的神秘元素是基督教信仰和实践的一部分 涉及到对上帝同在的准备意识和回应 这句话的信息量非常大 我们通过他的这本书就可以理解了 这本书叫神秘主义著作精选 包括了两大部分13个主题 第一大部分是神秘实践的基础 这就叫准备 准备什么 准备跟上帝相遇 如何准备呢 这里包括五个关键主题 比如说对圣经的诠释 神秘主义者读圣经 绝不是只从字面意思去理解 他们要读出经文的神秘含义 所以他们的寓意解经非常丰富 猜猜看神秘主义者最喜欢的圣经是哪卷书呢 你恐怕想不到 我一会儿告诉你 第二大部分呢 是与上帝实际会面的八种基本方式 你注意到了吗 人们通常最熟悉的出神或者合一 都只是八种方式之一 所以麦金恩啊 他刻意用临在或者同在取代的联合 用意识取代了体验 因为这两个词包含的意思更广泛 也强调了与神相遇的多种可能性 更重要的是 神秘主义者强调的不是相遇本身 而是相遇如何改变了他们的思想和生活 这也是为什么真正的神秘主义者都不想提他们的神秘经历 如果不是有教导使命的话 就像是真正的开悟者不会一天到晚讲他们的开悟经历 而是让人看到他们生命的改变 基督教神秘主义是怎么产生的呢 概括起来说 他的原生家庭是犹太教 语文老师是柏拉图主义 犹太教这个原生家庭的影响呢 一个是来自希伯来圣经 也就是旧约 旧约里最让有些基督徒感到困惑的一卷书 叫《雅各》 那卷书啊 谈情说爱 甚至很肉麻 有点色情 这样的书为啥会出现在圣经里呢 犹太人几乎没有基督徒这样的疑惑 二世纪的一位纳比阿基瓦甚至说 整个世界都配不上将雅各赐给以色列的那一天 所有的圣经都是神圣的 但是雅各是圣中之圣 他说雅各是上帝在希乃山赐给摩西的 而且作者就是上帝本尊 雅各讲的不是男欢女爱 而是上帝和以色列之爱 于是雅各就成为神秘主义者最喜欢的一卷书 因为每一句话都可以有意味深长的解读 当然 基督教神秘主义者不再认为他描述的是上帝和以色列之恋 而是基督和教会之爱 原生家庭的另一个影响呢 来自两约之间的犹太启示文学 比如说 以诺一书里面就有灵魂升天看见上帝宝座的画面 那么新冤里有神秘主义者吗 有啊 保罗就是啊 比如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暗示自己到过第三重天 还说啊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他 而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 这些话都很有神秘主义色彩 柏拉图主义对基督教神学的影响实在太大了 尤其是在神秘主义这个领域 从柏拉图到新柏拉图主义 他们的理念和术语都或明或暗的进入了基督教 柏拉图有一个著名的洞穴比喻 我们啊 好比这些被捆绑的囚徒 以为眼前的这一切呢 都是眼见为实 其实他们都是虚幻不实的投影 但是我们的眼睛并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只是看的方向不对 只要转过头 看到火光 看到后面的景象 就能恍然大悟 然后呢 再想办法沿着阶梯艰难的走出洞穴 才能在阳光下看清一切 这个转过头 走出洞穴 看清一切的过程 就是灵魂的回归过程 我们的灵魂来自神圣的 永恒的形象世界 也就是理念世界 可是呢 因为跟肉体结合 就忘却了自己的神圣出身 所以这辈子的目的 就是要让灵魂回家 要在这个世界净化自己 包括道德上的净化 和理智上的净化 道德净化 是为了让理智战胜肉体 这样肉体就不能干扰灵魂 去追求沉思的努力 而理智净化呢 就是辩证法训练 让灵魂能够抽象思维 摆脱对感觉世界的依赖 从而能够适应这个理念世界 当我们的灵魂得到充分的净化后 可能突然在一个瞬间 不期而至的 他就能达到对最高理念之善 与美的直观 就好像是出了洞穴 突然见到阳光下的一切 这就是所谓的迷狂 或者叫出神状态 也叫狂喜状态 好比是灵魂回家 体验到它跟终极实在的亲密联合 那个太阳就象征至善 太阳发出了光 好比是真理 我们眼睛的视线 好比是知识 真理和知识并不等于至善 但它们都原至至善 这一点很重要 当时人们觉得 神具有善恶双重性 所以吸纳众神的神品 实在不比众神的人品好 一天到晚 因为针锋吃醋 打得你死我活 而柏拉图却在 《地脉欧篇》里面说 创造宇宙的工匠神 是全散的 不嫉妒的神 一心一意 要根据永恒的模型 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 当然 这也说明 这位工匠神并非全能 否则 他也不需要一个理想模型 早期教父 把柏拉图的两个世界 灵魂不朽 堕落的灵魂与拯救 神是全散等等观念 都改头换面地吸收了 我们再来看 中期柏拉图主义的影响 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 最隆重的相聚之地 并不是在耶路撒冷 而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 而把这两种文化 融合的代表人物之一 就是一世纪最伟大的 犹太哲学家斐诺 他的名声 其实是通过基督徒传下来的 犹太人几乎到15世纪 才想起他 斐洛并没有见过耶稣 也跟基督徒没有什么渊源 他实际上代表的 中期柏拉图主义 尤其推崇柏拉图的 地脉欧篇 认为他跟妥拉一样 是圣典 柏拉图也跟摩西一样 是圣人 斐洛是第一个 把罗格斯理论 用于解读摩西五经的人 他说在荆棘中 跟摩西说话的就是罗格斯 中文翻译成道 当然斐洛指的可不是耶稣 他认为绝对超然的上帝 跟我们的世界 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而是通过中介才有了联系 这个中介就是罗格斯 上帝先创造了罗格斯 就是柏拉图说的工匠神 也是万物内在的理性 不晓得约翰福音的作者 是不是受到斐洛的启发 采用了罗格斯指代基督 寓意解信是斐洛从希腊哲学家 那儿学来的 后来也大大的影响了基督徒 经他的解读 圣经里的每一句话都深不可测 比如 《创世纪》中 亚伯拉罕在像书家 见到三位天使来访 其实 他们象征上帝和他的创造与威严 也象征上帝对寻求者的显示 是不同层次的 对于那些因为恐惧而敬拜他的 就显示他的威严 对于那些想要各种好处的 就显示他的慈爱 对于那些真正因为爱而敬拜他的 就显示他自身 神秘主义者 就是那些只寻求上帝自身 而不是种种利益的人 新柏拉图主义 也叫晚期柏拉图主义 对基督教的影响更大 他的代表人物就是普罗提洛 他认为存在是这样产生的 太一的思考导致了第一次散发 由此就产生了世界理智 英译鲁斯 这个词其实是没法翻译的 鲁斯进一步就散发产生了灵魂 然后就像是波纹一样的 不断向外扩散 一切的生命都由此散发而产生 最远端的就是物质世界 神圣世界跟物质世界是一个连续体 也就是说物质也是太一发散出来的 物质世界是精神世界的显示 我们的身体也是真实自我的外显 最核心的自我始终跟太一是相连的 普罗提洛就说这个真实的自我并不属于这个世界 解脱之路就是要学习哲学 练习冥想末观在出神的状态中跟神结合 就像他自己的经验一样 普罗提洛认为善恶取决于与太一的距离 和他的联合程度 其实没有恶这种东西 恶只是善不足 这一点大大影响了奥古斯丁 他后来的名言 恶是善的缺乏 正是来源于此 虽然天主教和东正教是在1054年才正式分手的 但是从公元二世纪起 东西方教会就渐行渐运 东方教会包括的是小亚西亚 希腊 叙利亚 埃及这一代的教会 西方教会包括意大利 高奴 北非这一代的教会 在西方 拉丁语成为教会的官方语言 到四世纪的时候 拉丁语的圣经 也就是五家大义本成为教会的指定圣经 而东方教会仍然与希腊语作为官方语言 保持了对希腊文化的继承 尤其是希腊哲学的抽象思维和理性分析 东正教一直认为他们才是最正统的基督教 因为新约是用希腊语写的 从神秘主义传统来说 东西方也有各自的发展路线 东方更保持了一脉相存的延续性 西方更加多元化 我就分别介绍东西方的一些代表人物吧 俄历根是亚历三大学派最杰出的神学家 受柏拉图和斐诺的影响很大 他还是个极端的禁欲主义者 整天光着脚 披肩斗篷 晚上就躺在地板上睡一会儿 最可怕的是 他看到马太福音里 耶稣说 独生的恩赐不是谁都有的 其中有一种是为天国的缘故制焉的 于是他就真的挥刀自攻了 打算从此心无旁骛地研究神学 可他没想到的是 这个极端行为给他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 当时的亚历三大主教不允许他接受圣职 不当就不当吧 他哗啦啦地写了许多书 影响了无数的信徒 被称为东方神学之父 虽然也一度被打成异端 他也认为物质世界是精神世界的表征 灵魂先存于一个永恒的属灵世界 而道就是上帝和这个灵界的桥梁 由于一些不知道的原因 所有的灵魂都背逆到上帝 除了一个就是耶稣的灵魂 所以上帝就造了一个物质世界 先让道跟耶稣的灵魂在属灵世界里结合 然后让这个结合体在物质世界里进入耶稣的肉身 这就是道成肉身 这样所有的灵魂都有机会 透过耶稣踏上回老家的道路 怎么回家呢 简单来说 灵魂要经过净化光照合一三个阶段 作为理性神秘主义传统的电竞人 俄利根并不看重狂喜入神这些体验 他追求作为灵魂最高点的鲁斯 也就是理智与上帝间达成的联合 俄利根认为圣经有三重意思 字面的 道德的和灵性的 他相信圣经的每个字都有灵意 所以他写了很多的圣经注释 尤其是把雅各看成是灵魂跟基督合一的书 所有人的灵魂无论男女都好比是新娘 而上帝或者基督就好比是新郎 而利根相信灵魂是原本就存在的 每个灵魂最终都会得救 脱离这个物质世界 所以他算是基督教历史上 第一个大名鼎鼎的自由派神学家 公元313年基督教合法化之后 有人开始追求不流血的训道 也叫白色训道 就是一种训道式的引修生活 第一个有记录的引修室就是埃及的安东尼 就是他在基督教合法化之前就开始引修了 亚利桑那主教亚他拿修 每次被流放的时候就到沙漠找安东尼 后来他还写了安东尼传 除了安东尼这种个人引修 渐渐也出现了集体引修 也就是修道院 安东尼并不算是神秘主义者 但是后来的神秘主义者 基本上都来自修道院或者是个人引修者 这也是基督教神秘主义跟犹太教伊斯兰教很不同的一点 他们可没有修道院 黎萨的主教格列高利是仅有的几位不是引修者的神秘主义者 他的书《摩西的生平》可以说是一本画时代的神秘主义著作 因为他重新用寓意诠释了出埃及记 他认为整个出埃及记实际上就是摩西的属灵旅程 摩西离开埃及意味着他放弃了一切世界的诱惑 他来到旷野就相当于是退隐 当他生出黑暗的会幕的时候 他却跟上帝面对面相遇 所以黑暗中与神相会 这个神秘主义者的经典概念就是从他这开始的 明显受到柏拉图和普罗提诺神秘主义思想影响的拉丁教父 就是奥古斯丁 他小时候跟母亲信仰基督教 长大后成了摩西教信徒 摩西教兼容并蓄了许多宗教 底色是洛斯底主义 奥古斯丁对摩西教失望后被新柏拉图主义圈了粉 他原本对初俗的圣经不屑一顾 但是米南的主教安布罗修让他看懂了圣经 才知道从寓意解读圣经 圣经就自自有足迹 就这样 奥古斯丁重新皈依基督教 借用柏拉图主义大大发展了基督教神学 成为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神学家 他从普罗提诺的太一理论 理解了无形无相的上帝和灵魂的永恒 也理解了恶事散的缺乏 他也把上帝比作真理之光 是人类知识的终极根源 奥古斯丁的自传忏悔度带有明显的神秘主义色彩 他也认为认识上帝跟认识自我密不可分 要退入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才能遭遇上帝 他描述的灵魂出窍经历 跟普罗提诺十分相似 我进入我的内室 你带领我 你帮助我 我就寻见 我用灵魂的眼睛观看 在我思想灵魂之上 看见了永恒的光 不是肉眼所见的 一般的光 也不是同类但更亮的光 而是非常不同 他在我之上 但并非像天在地之上 他在我的上方 是因为他造成我 我在下方 以我被他所造 区别就在于 普罗提诺的太医是不变的 非人格化的 而奥古斯丁的上帝呢 却是有情有义 对灵魂充满恩典 这也是为什么奥古斯丁 最终成为了一名基督徒 而不是纯粹的新柏拉图主义者 但普罗提诺的经历也说明 一个神秘主义者 可以和一个非人格化的 终极实在相联合 公元529年 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 下令关闭雅典所有的哲学学校 希腊哲学最终败给了基督教 然而他们对基督教的影响 已经根深蒂固 虽然俄里根和奥古斯丁 都坚持三位一体的上帝 和道成肉身的基督 但是后来的许多深受 柏拉图主义影响的神秘主义者 却有了更宽广的体会 丢尼修是个笔名 曾经有好几百年 大家都以为他是保罗的门徒之一 所以他的书获得了仅次于新约的权威地位 托马斯·阿奎纳引用它就有1700多次 这本书在基督教神秘主义中的地位 就相当于是佐哈尔在犹太神秘主义中的地位 所以丢尼修被称为基督教神秘主义之父 当然后来大家都知道 这本书是托名之作 就像是佐哈尔是托名之作一样 丢尼修给后世留下的三大神学遗产 肯定神学、否定神学和象征神学 肯定神学讲了如何以肯定的方式赞美上帝 否定神学却强调上帝其实是不可言语的 一说就是错 象征神学就是把感觉领域的概念运用在神圣领域 概括起来这三个神学就是 正着说、反着说、打个比方说 你可能听说过天使的级别 没错,就是来自丢尼修的这本神秘神学 天使的名字都来自圣经 但这三个层级的划分是借鉴了新柏拉图主义者 普罗克鲁斯的魔本理论 普罗克鲁斯说太一的魔本就是成灾物 也就是诸神 理智本源的魔本就是理智物 也就是精灵或者天使 灵魂本源的魔本就是人的灵魂 丢尼修就把它们改成了 神阁也就是三位一体 天界阶层和教会阶层 每一个阶层又包括了三类的天使 第一个阶层是沙拉夫、基路伯和宝座天使 第二个阶层是主治者、掌权者和执政者 第三个阶层是首领、天使长和天使 教阶也分成三个阶层 很特别的是最高级的教界不是生命而是仪轨 包括高游礼、圣餐礼和洗礼 第二层是神职人员、主教、教士和牧师 第三层是俗士阶层 修士、受习者和那些被排除在圣餐礼之外的 初信者、悔罪者或者是邪灵附体者 无论是天阶还是教阶 它们都是起着一个进化、启示和完善的作用 每一个等级可以被视为是三位一体 最高层的是完善者或者被完善者 中间层是启示者或者被启示者 最低层就是进化者或被进化者 这三个层级也是三位一体 刘尼熙说灵魂修炼要经过三个阶段 炼静也就是进化阶段 灵魂去除污秽 光照阶段就是灵魂接受上帝的亮光 联合阶段就是灵魂在出神中与上帝结合 而灵魂在经历每个阶段的时候 需要得到各个等级组织 也就是天阶和教阶的协助 它们好比是灵魂加油站 丢尼熙的否定神学 就让否定之道成为了神秘主义者 最典型的表达之一 我们来领受一下吧 它不是灵智和心智 也不拥有想象 信念 言语和理解 它本身也非言语或理解 它不能被论及 也不能被理解 它不是数字或秩序 大或小 平等或不平等 相似或不相似 它不是不动的 不是动的或静的 它没有力量 它不是力量 也不是光 它并不活着 也不是生命 它不是实体 也不是永恒或时间 它不能为理解力所把握 因为它既非知识 也非真理 它不是王 不是智慧 它既非一 也非一性 神性或善 它也不是灵 在我们理解的那个意义上 它既非子 也非佛 它不是我们 或其他存在者 所认识的事物 它既不可被不存在 也不可被存在所描述 你认为这个上帝 是三位一体的神吗 丢尼修呢 只是虐有暗示 后来的有些神秘主义者 就比他更加的明确 我们下期接着聊 这个影片 咱们继续探讨 基督教神秘主义 那些真正与神相遇过的人 他们的认知 有了怎样的变化 他们在教会眼里的 四大危险之处 也许恰恰说明 他们领悟到了终极真相 不过我们先说说 东西方教会的修道主义 和神秘主义 各有什么特色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东正教的十字架 跟天主教新教都不太一样 多了两根横目 这啥意思呢 上面这条横目 代表耶稣被钉死的时候 比拿多写的那块罪状牌 根据约翰福音 上面写的是 犹太人的王 拿撒诺人耶稣 下面那条斜目 代表当时同耶稣一起 钉死的两个强盗 耶稣右侧的那个 求耶稣在天国祭脸他 所以他会去乐园 另一个讥讽耶稣 当然就没有好下场 就像是他们的十字架都不同 东西方修道主义 也是一个源头 两个传统 我们上次说过 犹太教跟伊斯兰教 没有修道院 基督教修道主义 可以说是神秘主义的伴良 并不是说 引修者都是神秘主义者 但是神秘主义者的大部分都是引修者 修道主义是从埃及开始的 所以埃及成为耶路撒冷之后的第二个圣地 公元三到四世纪就逐步产生了像安东尼那样的个人引修者 帕克密尔首开先河创建的修道院 建于这种个人引修跟修道院之间的还有一种组织 叫做小群引修团体 修士这个词源于希腊语 它本身的意思就是独居者 帕克密尔在有生之年建了九座修道院 全部修士加起来好几千个 他妹妹还建了两个旅修道院 后来在埃及一些地方 修女其实成为了一个热门职业 他们的数量几乎是修士的两倍 寡妇真女干脆都投奔修道院来了 帕克密尔是第一个建修道院的人 大巴西尔是第一个建构了修道神学的人 所以他被称为东方修道主义之父 埃瓦格牛斯他是第一个设计了 隐修禁欲神秘这么一个修炼体系的人 不过跟俄历根一样 他也是在533年的大公会议上被判成了异端 好在他的那些思想通过丢离修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上次我们介绍过丢离修 后来埃瓦格牛斯的书都翻译成了拉丁文 影响到了西方的神秘传统 公元964年以后 西纳北部的阿索斯山逐渐成为东正教修道主义的中心 后来这座山被称为圣山 山上有20座大修道院和许多小修道院 其中有一个叫大劳拉修道院 它可以说是里面最古老的一间 光是它就培养出了26位牧手和至少144位主教 简直是教会的黄浦军校啊 我们也说过 虽然东西教会是1054年才正式翻脸 但是它们早就是自成体系 西边教会的官方语言是拉丁语 东边教会的官方语言是希腊语 东西方修院最大的不同就是 东方的修院没有修会之分 统一使用一个会归 这个会归最初就是帕克密首创的 后来就经过大巴西尔的修订 在后来九世纪的时候呢 由斯图迪乌斯修院的迪奥多尔进行的完善 基本上就固定下来了成为各修院采用的标准模板 天主教的修院就非常的多元化 每一个修会就相当于一个国际连锁企业 有各自的会归和特色 东正教认为修道主义的本质就是祷告生活 一来为自己祷告 二来为众生祷告 而天主教不一样 他们认为修道生活并不是与世隔绝 还是要服务社会 东正教很看重苦修 因为苦修这个词呢 意思是训练 就是通过训练抑制那些太多的欲望和情绪 所以他们有常年累月在柱子上修行的修士 比如西眠 还可能小半年都在操练进食 不吃鱼肉不喝酒 天主教一般不主张这个极端苦修 每个修会都各有特色 有些修会重视劳动 有些修会重视学术 有的修会重视慈善 有的重视宣教 当然每个修会里都可能有修士成为宣教士 成为学者 甚至成为新大陆的移民者 包括军人 东方神秘主义的主流呢 是进修主义 它非常重要 所以我要多说两句 进修主义的起源是七世纪的一本书 神圣上升的阶梯 作者就是当时西乃山 圣凯瑟修道院的院长约翰克里玛库斯 他的名字就来自这本书 克里玛库斯的意思就是上升 这本书可以说是东正教僧女 人手一策的宝典 神圣上升的阶梯有多少集 三十集 前二十六集就是标准的沙漠苦行主义 各种各样的身体训练和情绪控制 最后四集叫安静 祭祷的最高形式是安静 所以后来就有了进修主义这个词 祭念耶稣就是不停的祷告 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开恩可怜我 这个祷告叫耶稣祷恩 我们也说过 先是口祷 嘴巴的操练 然后是治祷 头脑的训练 最后是心倒 深入内心 最终达到安静 觉醒 契合的状态 那天主教这边强调就是末观 末观到底是什么意思 它跟冥想还不太一样 每个人的解释也不一样 非常著名的一个女神秘主义者 大德南就说 末观其实就是你跟主像朋友一样的密谈 还有人说就是像进入天主的奥秘 跟他心连心的这种状态 或许你可以这样理解 冥想是自己努力去寻找上帝 而末观是让上帝进入你的心 在他的代理下去领悟他 冥想通常是末观的前奏 天主教这边各个修会都有自己的传统 来自他们的创始人 比如说方济各 他就重视静观万物 无论是向心看向外看 都会看见神的同在 希多会的伯拉德就强调爱 用雅各去表达神人之爱 圣医会的大德南就强调与神在情感上的接近 经历七个成绩进到神里面 耶稣会的依纳诀强调每个人跟耶稣的关系都是量身打造的 所以他用神钞来训练他们 东正教跟天主教他们的灵修整个过程 就是你要达到神话的整个过程都是三部曲 天主教的第一步是进化之路 就是放弃对外界的欲望 第二步叫光照之路 看见神的恩典被神改造 第三步就是被神信 与神与主联合 东正教使用的是不同的词汇 但是其实这个过程大同小异 真正的不同可能在于最后的结果 也就是跟神拿到了什么样的关系 天主教神秘主义者都把神看作是情侣 最后这个合一就像高潮 或者像一滴水融入大海 东正教的说法是在神事中 经历上帝的能量而不是本质 所以一方面跟神合一 另外一方面保持了个性 就好比一块铁在火里面烧得通红 但是它仍然是一块铁 并没有成为火 有些基督徒把神当作圣诞老人 经历神就好比是向圣诞老人求礼物 这个礼物可能是工作 婚姻 健康 子女等等各种需要 如果求到了 就是经历了神 如果没求到呢 神没有应许呢 也算是经历了神 还有一些人认为神迹奇事就是经历神 比方说你会说方言 经历灵洗 异梦异象 然后被超自然的医治等等 恐怕真正的经历神 是神秘主义者的与神相遇 甚至于与神合一 而我之所以没有成为无神论者 是因为某一些神秘主义者的体验 和他们被光照之后的认知 他们祷告不是为了那些圣诞老人的礼物 而是经历神自己 他们经历之后的确不一样了 因为他们的眼开了 领悟到被教义掩盖的真理 也正因为此 他们时不时被教会定为异端 而我这个不可知论者 却愿意相信他们的经历是一种奥秘 与那个终极的奥秘相连接 神秘主义者在教会眼里有哪些危险呢 第一种危险就是缺乏界限的亲密 很多神秘主义者把跟神的关系 描述为雅各里面的那种情侣关系 比如说西多会修院的院长伯拉德 光是关于雅各的讲章就有86篇 而这86篇才讲到第三章 光是第一章第一节就讲过八篇 伯拉德说 信徒的属灵经历分成三步 第一步是亲耶稣的脚 表示悔改 第二步是亲耶稣的手 表示被提升而不再恐惧 第三步呢 才是亲耶稣的嘴 表示属灵意义上的圣婚 大德南和他的弟子石架约翰 也都是用圣婚来描述跟耶稣的关系 石架约翰的爱的坟厌 更是用热烈滚烫的诗 把这种暧昧关系表现得凌厉俊致 何等温柔和可爱 你在我的怀里苏醒过来 在那隐秘之处 独有泥躺着 在你甜蜜的呼吸中 溢出良善和柔美 你是何等优美的使我堕入秦王 第二种危险是泛神论 情侣关系毕竟还是有离我之分 泛神论就是离我融为一体 不再有区别 对了 这里插一句 犹太教卡巴拉神秘主义者里面没有女性 伊斯兰苏菲派里面虽然有女性 但是几乎没有留下著作 而中世纪天主教女神秘主义者 不但为数众多 而且留下了不少的杰作 虽然他们无法成为神智人员 或者神学博士 但是他们透过自己独特的神秘体验和礼物 发出了神智人员都不敢轻忽的声音 比如西耶纳的凯瑟琳 她七岁信主十六岁的时候就成为了道明慧的修女 三十三岁去世 她的神圣对话录就是一部灵魂跟上帝的对话录 并不是简单记录了她经历的那些狂喜状态 而是包含了相当深刻的神学 也正因为此 她是两位最早被天主教誉为圣师的女性之一 她对合一也有深刻的体会 她说 一旦摆脱所有的缺陷 灵魂就居于上帝之中 没有我们自己的特征 于是我们的存在就是上帝 埃克哈特大师既是道明慧的修士 也是位非常理性而睿智的学者 他被称为是上帝对他无所隐瞒的人 他有很多话都是惊世骇俗的 比如 他说灵魂跟上帝的亲密纯度 胜过一滴水注入一坛酒 因为后者水依然是水 酒依然是酒 而这里呢 其中一个已经变成另一个 以至于没有人再能够认出他们之间的差别 还有 上帝是光 当圣光注入灵魂的时候 灵魂就跟上帝合一 好比是光跟光相混合 也是没有区别 他还认为 人可以通过内心的默想来直接认识上帝 让自己被上帝抓住 从而不需要媒介就认识了上帝 不需要媒介意味着甚至不需要耶稣 他很幸运的是 他的一些言论是在死后才被教廷确定为异端言论 第三种危险就是普救主义 许多神秘主义者在经历过跟神相遇以后 都有很大的改变 比如14世纪的朱连夫人 朱连夫人不是修女 只是居住在一间教会旁边的小房子里 除了她的仆人 其他人都只能通过一个小格子窗 接受她给予的建议和祷告 按现在的话说 她是位灵性指导者和心理治疗师 和一般人渴望得到医治不同 她一直就渴望生病 希望在病中经历临终圣礼的时候 能够经历到上帝的同在 她还真的如愿以偿 30岁那年生了一场大病 奄奄一息 当神父在她面前举起一个十字架的时候 她突然看到大量的鲜血 从耶稣的冠冕上滴下来 接着她看见了连绵不断出现的15个异象 当她第二天怀疑这些异象是否真的出现过时 又得到了一个异象 证实了前面所见到的 但是后来她再也没有见过任何异象 但这些已经够了 她用尽余生来探索他们的奥秘 最终写成了这本书而闻名于世 其中有个著名的异象是这样的 那时天主给我看一个小东西 它在我手心上 浑原若求 跟一颗小针子差不多大小 我凝视着它 疑惑它究竟是什么 然后天主对我说 这就是整个受造万有 它是那么微小 却没在骤然间碎裂化为乌有 反能久久长存 实在令我惊奇万分 天主又对我说 它要久久长存 从现在直到永远 因为我非常珍惜它 最后来她虽然并不反对教会的教导 但是她说 她经历的上帝那 看不到谴责和愤怒 这是上帝给她的更高的启示 她并不公开否认地狱 但是她骨子里已经成为普救主义者 因为她知道 每个人身上都有上帝的属性 并非全然堕落 还有 公元6世纪 黎萨的格列高利跟额利根一样 也认为每一个灵魂最终都会得救 第四种危险就是多元主义 就是说他们认为其他宗教的修行和经验同样有效 会把他们也纳入到自己的修炼中 比如大德南是天主教的另一位女圣师 她在有生之年建立了十几个修院 具有非凡的领导力和教导力 她的主要著作就是七宝楼台 她说灵魂就像是个七层的楼台 有外院还有很多内室 灵性生活的真谛就是要进入楼台中心 在那儿找到真我以及三一上帝 她是在一个夜晚看到了这样的异象 从而开始了这本书 有一个极美丽的水晶球 像一座楼台 她在其中看见了七层居所 在处于中心的第七层居所 由荣耀的王居住壮丽辉煌 她在其中从里到外将所有居所美化 照亮 居住在里面的人 越与中心接近 就享有更亮的光 七宝楼台有七个住所 前三个可以经由个人努力 和普通的恩典达到 其余的四个就要通过密气祷告 到达第四层的时候 就会有超自然的体验 经历上帝的灵战 那么到达第七层会怎样呢 灵魂跟上帝合一 就像雨滴滴入大海 合一以后又会怎样呢 她说会产生五个果效 忘记自我 愿意受苦 深沉的喜乐 即使在不幸之际 对犯错者毫无敌意 不再寻求安慰 或者狂喜的超脱 而是居于安定 为什么说她有多元主义色彩呢 因为她不但使用基督教的导文 也会使用印度教的导文 上个世纪的天主教 神秘主义大师 托马斯·梅顿 更是公开实践了 对其他宗教的兴趣 他早年写的自传《七重山》 被称为当代的忏悔录 但是那本书呢 是在当修士短短几年后写的 并不能反映出她灵性的高峰 多年以后 她深入研究过 道家 禅宗 苏非主义 费谈多 等等不同的宗教传统 写过关于他们的文章或者书籍 比如 隐修士 木登 物禅 庄子之道 神秘主义者跟禅宗大师等等 她坚信通过对其他宗教传统的学习 能够更好地领悟基督教传统 她甚至说 我认为佛教跟基督教之间没有矛盾 禅宗的未来在西方 我打算尽可能地成为一名优秀的佛教徒 她跟达赖喇嘛交流过几次 达赖喇嘛说 她是对佛教了解最深的基督徒之一 是天主教和佛教之间的一座非常坚实的沟通桥梁 可惜呢 她在亚洲交流之行中 不幸在旅馆里触电而死 年仅53岁 多元主义更重要的是 还要追溯到多元背后的奥秘 艾克哈特说 上帝和神性就像天地一样彼此相依 他也是深受丢离修的影响 而且他把丢离修暗示的话明说了 彻底区分了不可知的神性 跟圣经中为人所知的上帝 神性是一切诸神之上的未知的上帝 人们看到的圣经里的上帝行动 但是看不见的神性不行动 15世纪的神秘主义者库萨的尼姑拉也这么认为 他说在种种仪式中只有一种宗教 当代组装多元主义的神学家约翰·希克 把终极实在称为实体 这个实体是不可知的 每种宗教崇拜的对象 都是他的众多展示之一 这种展示有些是人格化的 比如安娜、三位一体神、皮尸炉等等 有些是非人格化的 比如道、凡、法等等 不管怎样 在崇拜和冥想中 我们实际上是在对不同展示背后的实体 做出回应 虽然那个实体是不可见、不可知、不可想象的 上个关于基督教神秘主义的影片 我是与梅顿的这句话开头的 毫无疑问 正是神秘主义者让基督教保持前行 如果有谁的话 那么现在我也以他的另外一段话作为结尾吧 1958年 在一个十字路口 他有这样的顿悟 在购物区的中心 我突然意识到我爱所有这些人 他们是我的 我是他们的 即使我们完全是陌生人 但我们并非彼此陌生 然后我仿佛突然看到了他们内心的秘密之美 罪恶、欲望和自我认知都无法触及的内心深处 那个实际的核心 上帝眼中的每个人 如果他们都能看到自己的真实身份就好了 如果我们能一直那样看到对方就好了 不再有战争 不再有仇恨 不再有残酷 不再有贪婪 以为苏菲旋转舞就代表苏菲主义 就像是以为北京烤鸭就代表中国菜一样 苏菲主义很复杂 对它的看法也很多元 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眼里 苏菲主义充满了中世纪迷信 偶像崇拜和曲解古南京的亵渎思想 而在热烈拥抱苏菲主义的人眼里 它跟伊斯兰教没啥关系 而是代表人类共同的灵性追求 还有一些人认为 苏菲主义是伊斯兰教的灵性活力 如果没有它们 伊斯兰教就只剩下一堆教条 为什么会有如此截然不同的看法呢 这个视频咱们就来探索一下 看起来很熟 实际上很陌生的苏菲主义 有一段伊斯兰圣讯很有名 说的是先知穆罕默德跟一些同伴在座谈 这时候呢 来了一位男子 问了他几个问题 然后就走了 穆罕默德就对同伴说 他是天使加百列 是来教导你们的 那么天使教导了什么呢 就是伊斯兰教的三个纬度 顺服 信仰 做美事 顺服呢是第一层次 除了武功还有各种行为规范 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这些都是教法学家们专注的领域 信仰呢是第二个层次 涉及到对上帝 天使 经文 先知等等的认识 也就是教义学家们 神学家们下功夫的领域 做美事呢 就是第三个纬度 什么是做美事呢 穆罕默德解释说 就是敬拜上帝 好像你们看到他一样 实际上啊 这就是说如何接近上帝 这就是苏菲派专注的领域 当然是在前两个纬度的基础上 他们首先是穆斯林 然后才是苏菲 苏菲主义啊 实际上是一种修行方式 叙利派里面有苏菲 实业派里面也有苏菲 这就好比是说 共和党里面有环保主义者 民族党里面也有环保主义者 当然他们的标签是 伊斯兰神秘主义者 有位学者这样下定义 苏菲主义就是个人超越自我 到达上帝的途径 说的通俗一点 好比有一栋房子 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人 如果一位可靠的人说 房子里有人 普通人马上就相信了 但是学者可能会反复思索 根据各种线索去判断是不是有人 而一个苏菲会直接走进这栋房子 找到那个人 苏菲认为这种直接的见证 才是真正的知识 当然这栋房子通常是很难进去的 那苏菲派是不是就是伊斯兰的洛斯底派呢 可以说是 但是呢 也有显著的区别 苏菲可不认为这个世界是低级神或者恶神造的 真主是唯一的造物主 他们也没有各种神话故事 所有的理论都建立在古南经的基础上 只是对古南经有不同的理解 那苏菲主义到底从哪儿起源的呢 学者们认为 它的思想根源来自内外两个方面 从内部来说 首先是穆罕默德的神秘体验 比如说它的灯宵夜行 参观天庭 这个对苏菲都有很大的影响 其次呢 是一些经文 比如说这段经文 对于苏菲就特别特别的重要 因为他们认为 这是创世之前 真主跟人类灵魂定立的先天之约 当时 你们的主从阿丹的子孙的背脊中 取出他们的后裔 并使他们招任 主说 难道我不是你们的主吗 他们说 怎么不是呢 我们已作证了 苏菲把圣约这一天称为阿拉斯特日 当时亚当以及所有灵魂都认了真主 而美名苏菲的目标 就是回归盟约之日的状态 重温灵魂与真主定约时的甜蜜 他们认为 所有伊斯兰教义的目的 都是为了唤醒灵魂的记忆 从外部因素来说 苏菲主义身上可以看到一些外部哲学及宗教的影响 宗教之间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但有时候真是说不清楚谁影响了谁 苏菲主义从禁欲主义开始 逐渐过渡到神秘主义 逐渐融入了神爱唤醒 神智启示 神光照耀的不同元素 最早跟随穆罕默德的圣门弟子中 有一群人被称魏常邓之名 他们贫穷而虔诚 就住在清真寺的凉棚之下 所以后来被苏菲追认为他们的道统 道统就是某一派信仰的传承 就像是家谱是一个家庭血缘的传承一样 穆罕默德去世后 穆斯林的对外征服并没有放慢脚步 反倒是高歌猛进 取得极大的成功 大批财富也滚滚而来 大伙有钱了 攀比奢靡之风开始盛行 有意思的是 纵欲的人多了 禁欲的人也多了 看不惯庸俗的人们更加前进 禁欲主义以抗议世俗的方式传播开来 代表人物就是哈桑巴士里 因为他整天都是愁眉苦脸的 所以有人形容 好像地狱的火是专门为他和欧麦尔二世准备的 禁欲苦行的基石 是对真主的敬畏和对地狱的恐惧 八世纪中叶 禁欲苦行者被称为苏菲 苏菲这个词是从羊毛这个词来的 因为这些苦行者习惯穿一种粗糙的羊毛衣 虽然他们并不是唯一穿这种羊毛衣的阿拉伯人 但他们的禁欲苦行和甘于贫穷就有了这个称呼 那禁欲主义怎么转向神秘主义的呢 所有讨论苏菲主义的书都会提到他 拉比阿阿黛威耶 他可以说是苏菲最著名的女圣徒 据说呢 他自幼被拐卖为奴 后来因为虔诚被主人释放 结果他终生未婚 全副心思都付诸于对真主纯粹的爱 什么是纯粹的爱呢 我们来听听他的这段话 据说他经常这样祷告 啊我的主 如果我是因为害怕地狱而崇拜你 那就让我在地狱里被烧死吧 如果我是因为向往天庭而崇拜你 那就把我逐出天庭 但是如果我是为了你而崇拜你 那就不要向我隐藏你永恒的美 这张照片也是一个典故 说有一天他一手拿着水罐 一手拿着火把走在大街上 别人问他他就说 我要用这罐水浇灭地狱之火 再用一把火烧掉天庭 这样就可以看出来 谁是没有惧怕也没有祈求的崇拜真主 有没有震撼到你 他可以说是苏菲主义 从禁欲主义到神秘主义的一个转折点 是从敬畏真主向爱慕真主的一个过渡 他可能并不算一个真正的神秘主义者 巴耶记得比斯塔米 才是第一个详细描述个人神秘体验的苏菲 他在沙漠苦行三十年 法拉这个专用术语就来源于他 他说啊 当我走出自我的时候 我发现施爱者和被爱者是一 因为在思想的世界里 一切都是一 这就叫法拉 也就是混化的状态 这就是苏菲追求的境界 到了九世纪末呢 一个给苏菲定下基调的人出现了 他就是祖龙 他被公认为各种苏菲学说的创始人 因为他是第一个把神志引入苏菲的 祖龙就把知识分成三类 一类是所有信徒都拥有的知识 一类是学者们掌握的知识 还有一种就是真主赐语的 有主观直觉和内心领悟的神志 也就是灵知 这种知识怎么得来的呢 只有入神才能得到 这种说法必然导致神秘主义 会引起正统派的警觉和反感 终于 寻道者出现了 哈拉志就是第一个苏菲殉道者 据说他去卖家曹敬苦行一年 回来后敲老师的门 老师问谁呀 他竟然回答说 我是绝对的真理 这句话后来成为苏菲最著名的经句 但是在当时把老师祖奈德吓得够呛 也气得够呛 从此断绝了私针关系 朱赖德也是一代大师 他认为哈拉志迷醉而不清醒 说他会不得散终 这个预言不幸而严重 哈拉志因为种种出格的言行 被教法学家们判了死刑 而他自己其实是巴不得去死的 他渴望像灯鹅扑火一样在火中寂灭 灯鹅却认为哈拉志的错误不是亵渎 而是向不该知道的人泄露了人主合一的天机 在哈拉志被猝死之后 大多数的苏菲谨慎起来 试图跟正统达成和解 公元12世纪 大学者安萨里终于把苏菲修行 带到了主流的阳光大道上 安萨里在37岁的时候 就已经是功臣名就的大教授 但这个时候他内心经历着危机 他发现自己处在了对世俗的追逐当中 而且患上了重病说不出话来 最后他就只好辞去了教职 按照苏菲的方式修行 十年之后他这样说 苏菲派是最先走上真理道路的人 他们的行为是最好的行为 他们的道路是最安全的道路 他们的品德是最高尚的品德 跟哈纳治那样口出狂言的陶醉派不同 安萨里属于清醒派 他否定了陶醉派的一些出格言论 认为人和真主始终是二元存在 所以他后来成为正统苏菲们高举的一面大旗 安萨里以他的学术地位和亲身经历的神秘体验 为苏菲主义站台可以说相当成功 正是从这个时候起 苏菲派不但寄生于正统 而且成为了伊斯兰教的主流 长达六七个世纪 道堂就发展成为了教团 也就是导师去世之后 这个团体又继承人代理延续下去 还可能建立不同地区的分团 苏菲教团大约分成三个体系 伊朗伊拉克是属于一个体系 还有北非体系和中亚体系 第一个教团叫卡蒂尔教团 李法伊教团被称为嚎叫的苦行者 卢米的毛拉维教团产生于13世纪 被称为旋转的苦行者 巴达维教团至今还很活跃 在非洲最大的是沙齿里教团 西斯提教团是印度最大的教团 奈格斯班地教团极为成功 传播的很广 从12世纪到18世纪 苏菲教团就成为伊斯兰教 向外宣教的主要力量 早期被征服地区的伊斯兰化 一是靠武力 二是靠利益诱惑 后来基本上是靠苏菲们的和平宣教 他们不但对当地的宗教都相当包容 而且很善于找到双方可以互相理解的这种支点 所以效果是相当的好 现在我们就来说说 苏菲主义发展到成熟阶段的几个最重要的概念 可以概括为神爱、神光和神智 真主以他的爱创造了人类 也赋予人类爱的能力 古兰经强调真主跟人的关系是主谱关系 但是苏菲认为应该是被爱者与爱慕者的关系 他们称真主为恋人 自称是恋的俘虏 修行的终极境界就是与真主结合 苏赫纳瓦迪的希腊哲学功底很深 他才华出众 可惜性格偏执口无遮拦 所以得罪了很多人 结果他在38岁的时候被官方与被交罪名处死了 他说真主是绝对之光 用留意的方式依次造就了世界 每个人类灵魂本来好好的待在天使世界 可是跟肉体结合以后破裂了 一部分留在天上 一部分被困在肉体中 这部分灵魂的终身目标就是回到天上 跟另一半团圆 怎么样才能回去呢 必须就要有绝对之光的不断照明 人的认识过程就是光的照明过程 由低级到高级 由物质世界到天体世界到天使世界 最后达到对绝对之光本质的认识 苏菲思想中有一个概念很重要 叫做穆罕默德之光 这个就指的是穆罕默德诞生前的原始本质 它是真主之光的余光 是真主造化的第一物 也是宇宙万有之基础 从摩西、耶稣到穆罕默德 每一位使者或者先知 其实都是穆罕默德之光的化身 他们是奉命来指导人类的 被称为完人 这样我们就理解 为什么苏菲派对其他宗教有相当的包容性 一本阿拉比把苏菲主义推向了顶峰 他干脆说 除真主外 无物存在 也就是说 一切有形之物都是虚幻的 唯有绝对是唯一的实在 宇宙万有都是绝对的 自显与外化 一切物质的精神的存在 最后都会返回到绝对当中 比如说 我是上帝 跟我是上帝的仆人 你觉得哪一个表达更谦卑呢 如果我是上帝的仆人 那么就有两个存在 我和上帝 而我是上帝的意思却是 我什么都不是 只有上帝 你说哪一个更谦卑 一本阿拉比也主张 人类应在爱的基础上 包容所有的宗教 他有一首这样的诗 我原本否定其他信仰 而经心胸开放 面向修道院与牧场 旧约的法板 古南的圣券 偶像之地 绕行的天房 我信奉爱的宗教 那是我之相望 爱是我的宗教 我的信仰 要是所有的信徒 都只有这样的观点 这个世界早就太平了呀 2023年啊 我在多伦多的阿加汉 伊斯兰文化博物馆 参观了一个奴米展 奴米是绝对应该 另外做一个视频的 所以这里呢 我们先说一点点 奴米的父亲啊 瓦拉德 就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学家 和苏菲导师 所以奴米从小就 深受父亲的熏陶 后来他家从阿富汗 迁到了土耳其 奴米在这里呢 结婚生子 他24岁的时候 父亲去世了 奴米就开始带领信徒 但他同时呢 也接受了 林姓大师的指导 十多年后 奴米已经成为一个 德高望重的苏菲导师 还获得了 茅拉德尊春 这个时候 一位苏菲寻游诗人 夏姆士出现了 彻底颠覆了他的生活 可以说 如果没有夏姆士 恐怕就没有诗人奴米 只有茅拉奴米 这幅画就是关于 他俩第一次相遇的时候 据说呢 夏姆士走进 这位著名的导师奴米 问他 穆罕默德和比斯塔米相比 哪一个更伟大 你可能觉得这个问题很怪 谁能跟穆罕默德相比呢 所以奴米说 当然是先知啊 但其实这个问题暗藏玄机 夏姆士接着又问 可是先知曾经对真主说 你是崇高的 我们还没有真正认识到 你该被认识的程度 而比斯塔米却说 我是崇高的 我的尊严多么伟大 因为他体验到与真主合一 这样说呢 比斯塔米那个时候代表是真主 说他更伟大 当然是有道理的 但是奴米说 比斯塔米的声明 恰恰说明他的灵性 到了一个阶段 就停止不前了 而先知的话呢 却说明他一直在寻找 所以一直在成长 哇 这个回答是如此深刻 夏姆士当场晕倒在地 失去了知觉 他俩第一次相遇的故事 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其实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们真正找到的彼此 两个深刻 不落熟套的灵魂 他们之间有过很多 不休不眠的进修讨论 夏姆士唤醒了奴米 最深层的灵性和他的诗性 所以后来才有了他的诗 他的舞蹈 他俩的关系如此紧密 引起了奴米弟子的不满 于是夏姆士被迫离开 奴米赶紧把他找了回来 可是一年后 夏姆士再一次突然失踪 传说是奴米的弟子们害了他 但是另有说法 是夏姆士只是自己悄然离去 后来还发现了他的安葬之地 奴米伤心欲绝 他的诗歌是在悲伤中开始的 他在一首诗里说 夏姆士 你的容颜是每一门宗教 想要牢记的一切 对奴米来说 他在夏姆士身上见到了真主 奴米认为 灵之就是爱 就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灵之人就是爱真主的人 他也称真主是心上人 智友 而且说自己不属于 有组织的宗教或者文化体系 而是属于弥漫整个宇宙的神圣灵寨 他最有名的诗集是马斯纳维 被誉为是波斯语的古南经 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写成的 他也是一个旗帜鲜明的普世主义者 马斯纳维的第二卷还有这么一个故事 一个人给了四个人一枚硬币 让他们一起花掉它 波斯人说 我想买安国 阿拉伯人说 你这无赖 我要买伊拉布 图厥人说 我想买乌苏母 希腊人说 你们都给我闭嘴 我们要买的是伊斯菲尔 他们开始互相推上 然后拳脚相向 一场混战 如果有一个通晓诸国语言的老师在场 他就可以化解他们的争执 告诉他们 我可以用这一枚硬币 买到你们都想要的葡萄 奴米的毛拉维教团 是在他儿子领导期间 大大发展起来的 一直持续了800年 1925年的时候 土耳其政府下令解散了 所有的苏菲教团 教团的财产也被没收了 但是你今天去土耳其 还能够欣赏到旋转舞 当然只是作为一种文化遗产 旋转舞并不是 从他们开始的 但是他们是唯一一个 把旋转动作制度化的教团 他们认为只有通过音乐和舞蹈 才能真正的净化灵魂 才能够激发对真主的爱 旋转舞就是他们的齐克尔 一会儿我们解释什么叫齐克尔 如果你看到戴着这种帽子的苏菲信徒 那么肯定是毛拉维教团的 苏菲的整个修行过程 就是一步步进化灵魂 最终达到与主合一的这么一个境界 具体来说 苏菲的修行分成三个阶段 长道 中道 和至道 长道呢 其实就是指一个穆斯林的六大信仰 还有他们的武功 这就相当于是一个入门级 中道就是在长道的基础上 在导师的引导下 由外在的体修 转化为内在的精神修炼 除了昼夜拜功 摘戒 静坐 祈祷 苏菲最大的特色功课 就是战炼 也就是齐克尔 制道是苏菲的最高阶段 就是要复命归真 让灵魂与真主融合 好那我们就重点来说说这个战炼 战炼的意思 就是记忆 记念 记念谁 当然是真主 就是用一遍又一遍的 赞颂真主之名来亲近真主 古兰经理说 真主有99个名字 所以齐克尔可以不断的变化 最常用的赞颂词 就是清真言 万物非主 唯有真主 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 齐克尔通常要重复百遍 千遍甚至万遍 因为当真主的名字 占满一个人的思想硬盘的时候 哪还有记忆 其他事情的存储空间呢 我们来体会一下战炼的震撼力吧 战炼有很多种形式 有的是高声送练 有的是默炼 还有呢 是以音乐舞蹈的形式表现 撒马就是聆听 尤其是聆听真主的声音 这个词也代表听音乐 因为音乐会激发灵魂对真主的记忆 奴米说 音乐是上帝之光的秘密语言 听到它 灵魂就会回忆起 它在蒙约时代的原始居所 我们都是亚当的一部分 我们在天堂听到的那些旋律 水和黏土让我们充满了怀疑 但是我们仍然记得那些曲子 因此 聆听是恋人的食物 他们从中找到了合一的画面 这里的合一就是与真主合一 音乐会让灵魂激动起来 他们恨不得赶快砸碎身体这个牢笼 回到起初 舞蹈也是这样 它代表灵魂从自我中解脱的喜悦 鲁米说 舞蹈是灵魂在消灭自己的不完美后快乐的复活 传说鲁米连续旋转36个小时后开悟了 当然这是传说 这幅画也是一个传说 鲁米在一次Summer的时候捂住了耳朵 因为他听到当时的塞尔柱苏丹的哭喊声 鲁米是这位苏丹的顾问 他听到了苏丹在树荫里外被刺杀的声音 这个传说强调Summer中聆听的强大威力 苏菲追求的是法纳和巴卡 法纳就是混化 是与真主相遇 在真主中寂灭而失去自我意识的状态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知道 但法纳是暂时的状态 巴卡才是与真主合一的永存状态 法纳是脱离低级的世界 巴卡是永存在高级的世界 所以巴卡可以说是彻底的法纳 这个酒馆形容灵魂在旅途 苏菲用状态和阶段来描述每个人修行达到的层次 状态是天赋 阶段是努力的结果 这些就是阶段 当然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有的说七个阶段 有的说十个阶段 还有的说需要249999个阶段 那一辈子怎么也不够吧 苏菲教团有崇拜导师 圣徒 圣母的传统 相信圣徒有行神迹歧视的能力 因为这些个人崇拜传统和人主合一信仰 他们成为18世纪兴起的原教旨主义重点打击的对象 已经大大衰落了 看完这四个影片 你觉得宗教神秘主义的共同特点是什么 你对他们中哪些人最感兴趣呢 请留言告诉我吧